叭叭叭叭叭 嘻嘻嘻 哈囉大家早安 現在是隔天 然後我睡到10點 因為真的好累喔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睡飽再見一下可能 可能比較好 就選擇睡到10點 我應該就沒有要化妝了 我就直接搭Grab去拜四面佛 然後再看有沒有時間逛百物公司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這是昨天我沒有拍到窗戶外面的空間 因為天空很暗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就是這樣 有一個琉璃台 然後一個接到旁邊的冷氣 然後外面是一個停車場 然後那這個窗戶都是鎖死的 然後也不能打開 只有這個紗窗可以移動 然後外面也還有一個鐵 鐵框 但我必須要說 它隔音好像有點不太好 因為我一直聽到叭叭叭 然後應該是樓上傳出來的聲音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是 有人在敲我的窗戶 可是你們剛剛也看到 就是不可能 就是外面有一個外框 然後窗戶也打不開 所以應該是就是樓上的聲音 嗯 我要出門了 你們看 它外觀就是這樣一個 看起來還蠻nice的 然後那裡有一個佛拜拜的地方 然後這邊外面都是停車場 我剛剛Grab叫車 然後這裡呢 就看起來蠻住財區的吧 你看這邊也沒有什麼高樓 然後房子也這樣 然後路就是小小條的這樣 沒有什麼東西 哈囉大家 我人生第一次搭車失敗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弄錯誤 然後司機跑到我的目的地 然後司機會不會講英文 然後一直在那邊說泰文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艱難 就在我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然後就碰到仲介回來 每次仲介都在神秘的關鍵的時間點回來 他就幫我看我的設定 我好像設定對的 所以 不知道誒 我今天就先在這附近晃晃就好了 剛剛仲介說前面左邊有小商圈 那我現在就去看看 那我已經走好久 然後 沒有看到可以轉彎的 嗯 走走走 走走 是這個嗎 是這個小商圈嗎 應該不是 我發現那個橘色背心的摩托車震是很多誒 我沒有走幾步路就會遇到一個 你看我在這個郊區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郊區的地方特別多 然後 欸 所以商圈應該是這個喔 Macro Food Service 應該就是這裡了 這裡應該就像全聯那種超商 賣食物的比較多 然後有兩層 然後這邊應該就是生食區 喔 然後這裡有很多不同種的義大利麵 然後這個應該是泡麵吧 我要上去囉 我要上去找有沒有 要的蜂蜜 薯液青汁 跟 純果汁 這裡都是一些蔬菜水果耶 這裡都是一些蔬菜水果耶 你看這個 它上面寫pumpkin 這是南瓜耶 這超大的 這香菇也超大的耶 這香菇也超大的耶 然後這邊是民生用品吧 對 哇 超酷的耶 還有這種包子 微波可以吃的包子 是吧? 對啊 酷喔 天啊 東西也太多了吧 然後還有這個一大包的雞塊 哇 我找到了 TIPCO的 果汁 應該就是這個吧 對啊 一模一樣的 摩摩 75塊 然後摩摩 摩摩 摩摩 我要付錢了 我要付錢了 要付錢 要付錢 你要付錢嗎 What What 好 我剛剛呢 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呢 泰國他們這邊是左駕的 所以他們所有的車都是呢 左邊的往前嘛 然後右邊往後 然後我剛剛在過來的路上 我忘記這件事情了 然後我就很習慣性的 在右邊往前 然後 應該所有的車都覺得 怎麼有一個人一直在逆向 不過他們這邊交通 蠻擁擠 然後蠻亂的 對 我其實也看不太懂 反正就是靠左邊走好了 然後我剛剛買了一罐 這個 芒果汁 然後就會有這種路邊攤 然後又抵達了昨天的7-11 到啦 到我住的地方了 然後我剛剛拍的旁邊那邊 三四間洗頭髮跟剪頭髮的店 那就還不錯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這種洗頭髮的 是不是 跟台灣一樣就是可以那種 有事沒事都進去洗一下 可是我剛剛看了外面 門牌價錢 都是一百二一百五泰銖 感覺是蠻便宜的 好回來啦 然後 這裡有電梯 可是我住一樓 所以就不用搭電梯 然後 樓梯 進門 耶 我回到家了 我剛剛在路上拿這個 攝影機的時候 相機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多人都在看我 我就覺得 好丟臉 但想說這是泰國 應該沒有關係 沒有人會記得我 因為這邊住宅區嘛 然後大家應該都是本地人 然後呢 我就很明顯的一個外國人 然後一頭染髮 然後拿著一個攝影機 然後在大家那邊講 聽不懂的語言 所以就是 我就是一頭肥羊耶 我要來喝我的果汁啦 因為我這次修復呢 是用 腸子的關係 所以呢 我前三天就要開始進食 就是要吃流汁食物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只能吃這種 果汁 跟我剛剛找的椰子汁 跟蜂蜜水 你們昨天也看到我分享很多美食 然後我現在就覺得 好痛苦喔 都不能吃了 算了 我相信呢 泰國的果汁也是有 很多不同選擇 跟美味的 好不好 我們就 每一種果汁每一天都喝一遍 一下子就過去了 嗯 聞一下 嗯 蠻果味很重耶 而且是 很真的蠻果 在泰國應該很多蠻果 好 嗯 嗯 好喝欸 味道很真 然後呢 應該就是真的 然後也不會說很甜很膩 或是很水果的味道 嗯 嗯 嗯 然後因為我很急 也沒有去哪裡 所以呢 我只擦了一層防曬 然後 我沒有擦粉底 然後防曬是透明的 就是我之前分享那個 Elly的 透明防曬 然後眉毛也很亂 就是 就讓它長 然後也沒有拔 然後 我只有擦唇膏 所以我現在只有擦唇膏 跟防曬 因為來泰國真的是太陽超大 一定要擦防曬的 就跟我剛剛十點出去的時候 太陽還沒有那麼大 可是呢 我進去超市逛一圈出來 大概現在十一點 之後太陽就變超大 所以呢 一定要做好防曬措施 哈囉 現在是下午的一點半了 我現在要第一次去找醫生啦 然後 還會有另一個姐妹跟我一起 出門吧 今天 今天 今天只通到了5點5 他說 你的最初深度應該是要有6的 飲他 外面 往前 買其他 其他的啥都不想開 怎麼使得都弄得這麼精緻 他們的廁所 是小間的 不過是 有一點設計感 然后因为另外一个姐妹要先负责 所以我就坐在他们大厅那个椅子上面等 然后呢我就想上厕所我就自己过来 可是他们好像也不管我要去哪里 我就自己走过来 他们也没有看我的意思 哈喽大家我到Tremino 21了 那我要进去逛街啦 我想要先去Evan Boyz买彩妆品 看到了Evan Boyz 看到了 哇还有Real Technique的刷子 天呐 现在都没看过的 我已经找到我要买的东西了 我要大买特买 哇我刚刚买一大袋 现在来这个美食的地方 买到了 买到了 我刚刚才想说怎么都没有找到 然后就找到了 好吗 好吗 你什么东西 你什么东西 240 吧 240 吧 240 对比较正常的 你这个是这一个小伙估的 对比较 不过来的 对比较不复工了 但是我从中不复工了 不复工了 210吧 你觉得如果要用了 390 吧 390 吧 你怎么能复工了 嗯 哪一隻?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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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剛剛擺了去他們的Super Rich換錢 可是他們的Super Rich一次是在天橋上 所以我一直沒有找到 然後呢我剛剛一直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天橋 那我現在要去拜四面佛啦 雖然 雖然我就買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是 就提著他吧 然後這邊對不對 找到了 哇我找到了 這邊匯率真的比較好 就是我剛剛在機場已經換了 可是這邊匯率真的有比較好 哇沒辦法 反正我也沒有換那麼多 沒關係 謝謝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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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OK 我到Chick Long了 他喜歡這種氣氛喔 大家 四面佛道了 有看到嗎 四面佛道了 哈囉 我剛剛遇到騙人的 坑人的 就是呢 也是把你拉過去 然後呢 再用很貴的價錢 差一點就被騙了 我就跟他說不用 好 那我現在要去 進去拜囉 我想要認真拜 我就先不錄了 這裡是賣供品的地方 然後呢 旁邊這裡還願的地方 到時候手術完之後再來還願 哈囉 哈囉大家 我拜完四面佛了 然後剛剛呢 我去買貢品的時候 一組小的貢品是25泰銖 然後呢 我本來給他30塊 結果呢 他只收我20塊 就是連5塊都不用 你看 就是真正在做好事的人 就是不貪財 那些做壞事的人 就在外圍 賣人家那麼貴騙人 而且我要分享一個更好笑的事 就是我現在到路的另外一邊來 我就看到警察過來 來在外圍賣東西的那些人 就走了 就趕快移走 你知道嗎 代表那些呢 念觀觀客財的人 都是違法的捏 還好我剛剛沒有付錢 不然25塊跟1200差很多欸 他家裡這邊的時候 真的是小心 不要被騙 我覺得我現在提太多東西了 我會拿不動 而且我也 沒有做好功課 就是 不知道Big C怎麼逛 所以 我現在改變主意 我現在要去 做台式按摩 哈囉 現在這個 One more time massage 這看起來應該是什麼花草茶 嗯 是甜的 而且是冰的 我聞不出來像什麼味道 有一點蜂蜜 就甜甜的 可是又好像不蜂蜜 然後又沒有很重的藥草味 這裡都是這樣的空間 床墊 然後他們會要你換衣服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裝備 這樣子的衣服 看完了 等會見 掰掰 有甜點 跟這個藥草包 這期可能要結束了 因為呢 我從明天開始就不能出門了 好難過 沒關係 至少是以 按摩做結束 大家 我回到旅館房間了 然後呢 明天我就不能出門了 然後後天就要手術 等等要 先灌場 我剛剛買超多東西 然後呢 這個藥草球 是我剛剛按摩 按完他送我的藥草球 超酷的 可是呢 因為我下午就吃那個通便劑 所以導致我剛剛呢 肚子一直在咕嚕咕嚕嚕叫 然後就一片暗 然後肚子就咕嚕咕嚕叫 然後會有想要拉屎的感覺 所以 就覺得 又舒服又好痛苦 好啦 總之呢 泰式按摩有體驗到 就很棒了 讚 我要開始通廠了 用這個叫做開曬露 sodium chloride sodium的什麼什麼的 然後一次呢 把它全部擠到肛門 然後憋著 兩分鐘 那就拍給你們看囉 我剛剛 通廠通完了 我覺得 把水灌進去 腸子的時候 真的會 有一種拉肚子 腸胃炎的感覺 真的很痛 我本來想說 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 真的好痛 就是 拉肚子拉得很嚴重的感覺 然後又要憋著 至少要憋兩分鐘 根本就是 天啊我覺得 有比手術的腫障還痛苦 終於就是成過第一關了 剛剛我忘記分享說 下午 兩點我去看醫生的時候呢 我覺得醫生呢 醫生人真的很好 而且呢醫生呢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親切 就是親切很多 就是我原本可能覺得 因為他是權威嘛 所以我想說權威可能會很嚴肅之類的 可是他很親切 然後全程都面帶微笑 真的是不誇張 真的就是像自己的 爸爸的感覺 雖然我爸爸沒有那樣啦 但就是覺得 就是很親切 然後像是家人的感覺 然後長得也很和蔑 反正醫生人就是很好 然後真的很專業 就是摸一摸啊 就知道哪裡有問題 哪裡要改 哪裡要怎樣 全程也都面帶笑容 好啦 那明天呢 一整天呢 都要在旅館 然後不能出去 因為呢我要吃蟹藥 然後要把 至少要排十四遍吧 應該會是個 需要堅持和耐力的一天 而且 早上八點我就要起來吃蟹藥了 所以 今天的blog差不多就到這裡 那我要 就是準備弄一弄 我就要去睡覺了 對啊 不然現在已經快到一點了 好啦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掰掰 會不會 不要動 那邊 我先去睡覺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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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